丹塔 他说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 前几天我在我的IG现实动态发了一个问题 问了一下我的粉丝 就说有没有觉得在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在其他的社区媒体 看到我展示数位有目的生活 网络创业家的生活是不是太少了 没想到80%的观众说太少了 然后呢刚好我明天就要搬离这里 就想着记得最后一个机会想跟大家展示一下 就住在这里的生活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其实之前有观众就是问过我 说小船我知道你从网络上实现了盈利 你的财务状况应该比其他的同名人要稍微好一点吧 那是不是你的花销很大 你住的房子是不是很棒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环境胜于语言 就是这个大家在我的主频道看的 是空间块的这个房间呢 就是我工作就是我拍摄也是我生活的地方 从结论来说 这里的房租是300美金一个月 其实确实是我只要每个月在upgrade100美金200美金 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就能做得更好 那为什么我没有这么选呢 还有就是我自己对于数月游牧之后的真实的理想生活的想法 想要在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心得吧 其实呢想想对一个30多万订阅的youtuber来说 我这个环境真的是够质朴了吧 这就是我平常拍摄的环境啊 平常呢都是在这里架一个很便宜的三角架 上面架个手机 那其实现在我拿来拍摄所以就架不在那边 然后蛋塔 我家的蛋塔 然后我拍摄的时候会把这个凳子挪开 把这个我经常做的凳子就放那种 然后就是从那边透过阳光 我真的是连灯都没有买 透过阳光直接就设在这 然后把后面的那些衣服啊 还有这些自动喂量机 还有烤箱水壶 还有猫砂盆子 拿开 特别是这一大堆衣服 拿开 然后还挺大费周折的 就可以去拍影片了 蛋塔 蛋塔 其实呢觉得想想还是蛮不可思议的 就我回想一下就是我爸妈年轻的那个年代 不太可能说是在这个房子里面透过这种这么低成本的方式拍摄 就可以就是handle得了我们团队正值五个人的花销 再加十几个外包的花销 还有蛋塔的花销 而且这个大通间其实也不仅是我一个人住的 有份上下层的带大家参观一下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家的外面的大门 我这里就是全部用的密码锁 平时出门都不用带钥匙 来来来 欢迎来到我家 过来啊干嘛 然后我来吧 来到这里呢要小声一点 楼下是我的邻居是另外的一个女生在这里住 平时我会下楼的这里拿一点猫条 我们的冰箱还有这个厨房是共用的 我家呢就在这个楼梯上面 放这么多箱子是因为我要搬家啊 苹果鸡蛋 不好意思比较乱让大家见怪了 这个就是平常我拍那些教学影片的那个白板 这也是一个密码锁 这就是刚才那个房间 就一眼看能看镜头的这个大通间 诶蛋塔 蛋塔总是在我进来的时候 他听到外面有人 他就会在门口里面守候着 进来就是一眼就能看完所有的设备了 然后这就是我睡的那个床 我想想啊这个床如果是像我以前在日本 在东京生活的那个7平米的sharehouse的话 可能就光放这个床已经把那个sharehouse塞爆了 然后平常我会跟蛋塔我家的猫一起睡 他就睡这个小猫栏里面 然后我就睡在这 然后在自由者联盟每周或者是每隔周的那个直播 就会在这里 平常工作的话就会坐在这个电脑里面 还有对了最近我换了一个水杯 换了一个有盖子的 为什么有盖子是因为我家的蛋塔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喝他自己的猫水啊 他总是偷喝我的杯子里面的那个水 所以不得已我就买了一个有盖子的 可以做人猫隔离 然后我这个房子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他的楼顶太窄 然后就是这个窗户只有一半 楼顶窄这有个问题 我的脊椎好像有点弯 然后医生有教过我怎么做康复运动 他的康复运动是要垫起脚尖 然后伸直那个手 结果我都没有办法垫起脚尖 然后就已经到顶了 她们先向下收藏 我去找自己的地方 我就去找翼子的钱 这就是这个朋友 你去找到家 你去找晓鲜 你去找他 去找人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我去找他 主要是因为这里真的外面的村屋 最近在施工太吵了 吵到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拍影片 所以说才会搬到那个500美金 但是那个500美金呢 它贵是贵在它有三个房间 那我就可以拿其中的一个房间隔开来 专门的把它包装成工作间那样 但其实我签完约之后 我想一想觉得500美金也是挺贵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城市的上班族 他们其实绝大部分的人 到手的薪水是没有到1400美金 那没有到1400美金里面 500美金的比重不觉得很大吗 然后500美金再乘以一年12个月 就是6000美金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仅仅只是在这个城市活下来 呼吸一年下来的成本都要6000美金 6000美金是一个蛮大的数目了 所以想到这里呢 我就会对我自己每个月要降低固定花销这件事情的执念就变得很深 其实也想问一下在看影片的大家 就是当你想到自己的未来的时候 有没有对未来产生一种没有安全的感觉 而且有没有想过这种不安全感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我自己以前也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 然后想了一想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不安全感其实都是因为财富的问题啊 就假设说如果有一个富豪给了你一亿的现金 哪怕没有一亿吧 几千万现金 你还会有那种非常不安的感觉吗 应该会好很多吧 就所以呢 其实要解决这个财富带来的不安的感觉 你要不就是赚多点钱 你要不就手里攒多点钱 把一亿现金赚回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远远难过你把钱存下来 所以因为我自己有这种想法吧 所以我对于财富的概念 对于将来的理想生活的概念 更在于节流 而不是开源 那怎么节流呢 就从手上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降低每个月的固定花销 那降低每个月的固定花销 这笔钱 我要不就是拿来直接去投资 要不就是我攒下来以后去买房 也好过我每个月把固定的花销弄得这么大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过得像是那一种 接下来应该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会流行的生活方式 这是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毕竟因为是远距工作嘛 我也不用通勤 也不用去市区 当然其实也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待在大城市 就例如说台北啊 香港啊 上海啊 东京啊 其实都没什么必要 更何况说 其实没有必要住在市区 然后我现在住在这个大城市 主要是因为我家就是在这里 然后也因为疫情 我哪里都去不了 就只能这样 但其实我爸妈住在的正市区那边 我看过那边的新房 新房的话 一方要1.5万美金 租一个蛮旧的小单间 也要七八百美金 然后我接下来要搬去的 那个也是离市区蛮远的 那里是500美金 但是是三房啊 而且楼下有十几家咖啡馆 然后走两分钟会有一个大商场 我也遇到了很多网红 或者是也是不用上班 可以在网路上盈利的人也住在那 是因为上周中介带我去看房的时候 刚好介绍了一个转租的给我 转租的那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在快手吧 680万粉丝的网红 然后我有幸进去看了一下他的房间 他的房间就是跟我未来预期想要的房子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有一个单独弄出来的工作室 另外一个房间就是直播间 他的房间里面也有背景墙 也有那个环形灯 也有相机 他也说过如果他工作比较烦 不想待在家的时候就可以走下楼 然后楼下有十几家咖啡馆 可以跳着可以跳着咖啡馆 在里面轮流的工作那样 就想想生活还是挺舒服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工作还有就是你目前拥有的技能 可以支撑到你远距工作的话 我觉得可以开放一下脑子的那一个思维方式 想一想 其实如果你是住在台北 住在上海 住在东京 住在大城市的核心区域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住在那里呢 其实或许是可以选择一种 更加低成本的生活方式的 所以呢 上面就是我即便收入增长下降多少倍 我也不会刻意的提高我的固定化销 我愿意住在300美金房子的理由 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分享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个频道呢 是基本关于网络创业和网络赚钱的知识 还有心得分享 还有数位游牧生活方式的分享的 如果你感兴趣 记得订阅点开旁边响铛铛 还有第三步 点开全部 最后呢可以follow我的IG 在IG也会分享很多在YouTube 在这里不公开的知识的 那我们过几天见吧 拜拜 在这里不公开的知识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